這條水族環丘教授來自公司 還有龍殿水理所的幹部所議 可以知道 今年水情開始在緊張 因為台南市水情頂合專作為黃町開始在減壓強水 今天有我們提前去邀請的相關單位調開的控罕會 他當作出的相關知識 所以工業部門沒有理由沒有理由在找這些 因為現在高同學說他之前台南的一天十萬噸 降到三萬噸 清水要降到多少萬噸 那我們自己不自力自強的話哪有辦法 經過到水理室來統計目前 沙門水口和黑串頭水口的特水量是一過六千五百萬噸 沙門水口是五千四百十七萬噸 沙門水口比翁尼降級減到一百零四萬噸 但是沙門水口和黑串頭水口學家比到降級來增加三千空七十一萬噸 比起在兩千空一十一年的百年的這算大桿和水情是相對穩定 2700的使用變成4800 增加一天是2000噸 我認為我們增加10萬噸 我們節約2000噸 所以說要真的有這個必要再熱緊水帶一下 我想辦法還有再加強那個水資源利用回收的那個力道 不過對著水前 緊張情緒指標是說 只有用水一樣是愛者可以增加使用回收水鐵台就煮來水提供民生使用 其指令也只是水理室應該賓國調度的人 限一位RO的理水設備夠儲夠豐富 供應到人家可穿上的這個頂水喔 這麼高的回收率 像回收之後可以作為他們冷卻 剛剛提到的冷卻鍋爐可以用嗎 還是說這個回收 回收率很高就回到那個水汁邊廠去了 其情緒指標是說 水前沒有理想 幾乎所有的機關也應該主動鄉營來做到這水 但如果空也要熱時就煮煮來這水 使民朋友竟然要配合來製用水 南天新聞來一下大南菜方法的 嗯